油标先放这里一下 因为我旋转过去之后呢 如果我没有告诉他要复制的话 他就转过去上面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要多按一边 多在这边点一下 输入什么呢 C 有没有他这边有告诉我们是 复制是C 你按下C之后按Enter 告诉他说 我除了要旋转之外 还要复制 CEnter 然后呢 再来就怎么样了 角度告诉他几度 旋转加复制 多少 180 对 180之后的话 Enter 有没有看到 就完成了 这个图形 了解意思吧 我再把重点再一次 这边最后我用那个旋转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用时心的 从左上 时的这样选 选到对不对 选到高中 我选到Enter 基准点在哪里 就中间这一点 点一下 然后呢 CEnter 因为我要复制 CEnter 然后几度 180 Enter 好 最后的话如果要做出来 跟我们这个讲义里面一样 上面不是要尺寸 对不对 你可以标个什么 标个直径 那怎么标直径呢 最后这边有标注对不对 标注什么呢 直径 有没有看到 标直径 点一下 从哪一点呢 标注里面有标注直径 那直径的话呢 他问你说你要选一个 选一个圆 那就选了之后的话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 这个 标出来如果你用直径的话 它会是像这样子 那我们如果说标出来 可以跟那个我们这个讲义里面一样的话 请你用另外一个标注里面有一个叫做 叫做线性的 线性 线性的话一样从四分点 到四分点 其实也是焦点 他们的焦点 往上拉 点一下 各位有没有看到 70就出来了 但是前面还需要一个直径的符号 那直径的符号怎么标出来的 我想 这个后面还要再跟各位讲 所以 请各位先把旋转的部分做出来 然后简单的标一下 大概这样就可以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大概今天讲 一题我想就开个头 应该一题大概就 就已经饱和了 OK 那 回去